我告诉你啊,红烧肉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炖 今天教你一招,做出来的红烧肉肥而不腻,瘦而不柴 年夜饭炖上桌,全家都抢着吃 准备一碗清水,加一勺盐化开 然后把五花肉放入盐水中浸泡四分钟 这样泡过的五花肉,不光能泡出里面的杂质 还能让它变得更软,口感更好 锅里不烧油,直接把五花肉下锅煸炒 每天都在努力浇桌菜,给我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,变炒至金黄出油以后 把油盛出来,留着炒青菜 然后放莲藕,葱姜,两个八角 好吃的关键就是一包红烧料 它既能上色,又能调味 不然好多人糖色一炒,不是苦了就是甜了 这个料还可以做红烧猪蹄,红烧排骨都非常好吃 炒出香味以后,倒入一瓶啤酒和适量开水和肉一瓶 扣盖小果炖一个小时 一打开锅盖,瞬间满屋飘香 最后加蒜苗,开大火收汁 红烧肉以后你就这样做 太香了 家里来客的时候千万不要做 不然吃不完都碾不走